开密台风才刚走 澎湖就传出游客溺水意外 四名来自新北市的游客 今天上午11点左右到澎湖梦幻沙滩细水 过大约15分钟 其中一名33岁的男子 突然遭海浪卷走 载夫载程 同伴立刻呼救 消防局接获通报 立刻派遣西雨分队 两车一挺四人前往救援 但男子已经被海浪卷到外海 稍早1点20分时找到该名溺水男子 但已经没有生命迹象 目前送往医院抢救当中 海巡人员也提醒到海边玩水 一定要注意自身状况 且台风刚过境 西南气流强劲 没有必要请不要靠近危险海域 免得发生危险